全新大會 我們第四季節 很多人都一直在敲碗說 浩晨會不會去參加第四季 應該說從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大家就一直在詢問這樣 但因為你檔期都卡住了 他去我就去 我覺得經過了今年這場籃球賽 從此張廣誠在我們全明星宇宙有了姓名 並且等一下結束就要去要張廣誠的Line 不是 我會要求他要報名第四季 對 他一定要 然後如果時間OK會有機制 對這個運動的建議降臨 覺得應該蠻有趣的吧 對 他們一定夠分數 四萬變四十萬 喔 對 我也要去參加 我其實來講我還真的蠻願意的 真的嗎 因為他們沒有找我 要找我我一定會去的 很多人都一直在敲碗說浩晨會不會去參加第四季 從應該說從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大家就一直在詢問這樣 但因為你檔期都卡住對不對 他去我就去 所以但如果你們兩個不同隊怎麼辦 OK啊 不會吵架嗎 不會 所以 不排斥第四季 如果 檔期可以 然後蔡凡基也可以 你就會去參加嗎 對我希望跟他一起參加 但他的專長是什麼 也是籃球嗎 他以前是打棒球的 跟曹友寧一樣 那畢利什麼應該也很 肯定的 如果你們不同隊 我覺得 會掀起另外一波波籃 因為如果兩個人運動實力都很好的話 會有一些新的看點 籃板 哇 太猛了 搶成這樣 真的是鞏固籃板 得籃板球的天下 我覺得經過了今天這場籃球賽 從此張廣誠在我們全明星宇宙有了姓名 並且等一下結束就要去要張廣誠的LINE 不是 我會要求他要報名第四季 對 他一定要 對 他有什麼不會啊 請問 對 罰球不會 對 對 跟你講 張廣誠他肯定要來第四季的 他一定 我一定要把他選進來 我要教他罰球 他一波大好天額啊 罰罰一眾啊 我忍不住 我站起來喊一下 張廣誠 罰球加油 張廣誠 全明星運動會嘛 許戰友好像有問到說 他高中 你高中他有播過一個排球賽 這樣 好像是耶 對 有印象有機會嗎 有 有 然後如果時間OK會有繼續嗎 對這個運動會這樣 覺得應該蠻有趣的吧 對 這排球有戰場的形象嗎 球類應該都還可以 因為之前體願念的是球類系 我覺得有運動也蠻好的 就是陽光正面的形象 全民進之後粉絲從四萬變四十萬 喔對 喔 我也要去參加 因為我以前是田徑隊 我也是籃球隊 所以 我很想要重溫那種 團體一起奮戰的感覺 我腳好我就真的跟你拚了 喔 我其實 自己默默的想說我都幾歲了 年紀最高的選手 年紀什麼 最 資深的選手 資深 資深 我其實來講我還真的蠻樂意的 真的嗎 因為他們沒有找我 要找我我一定會去的啦 真的啊真的啊